我不知道我们的爱情为什么这么生分 连一个正常的拥抱都这么难 我是一个慢热的人 这段关系走向心里还需要时间 我真的已经等了够久 但却没有看到你为我做出的改变 可能只有你愿意陪着我慢慢走出来 我们才能真正走下去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小李22岁来自河北学生 小涛22岁来自北京学生 来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大学同学对吧 谁追的谁 我追的她 现在是你的女朋友是吧 算是 干嘛算呢 到底是还是不是 就现在她就不想跟我搞 就是我有点传统 我想她能多给我点时间等一等我 我俩的感情不是特别纯粹 就平时出去吃饭啊 逛街啊 就拉个手 拥抱抱都特别困难 而且就是说 什么叫特别困难 而且就出去吃饭 唱歌看电影 她都给我AA 就感觉把我当外人 而且就是她那恋爱观 有点那种悲观的那种 我总说的 然后她就也没法改变 我就有点手足不错 咱别一口气啊 你一口气说了太多的事了 咱慢慢说啊 就我们刚好一个月的时候 我待着去看电影 然后我特别挑爱情片 然后我特意就是订了票 就最后一排 就很爽嘛 到时候可以拉个手啊 搂一下这种 然后 挑错了 挑恐怖片 到中间我拉着手 然后她就躲开了 我就以为是她矜持嘛 女生 然后第二次过了一会又弄 然后她就直接就掉了一声 然后就站起来就走了直接 因为我觉得一个月时间 有点太短了 现在拉过手没有啊 拉过了 谈了多少年了 谈了一年了 但是 其实我们现在还 就没有接过稳 因为我的家庭 父母都比较传统 然后对我有一些 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 不是 这个 我觉得 就接着程度可能要慢一些 就跟我 分别哥们什么 他们知道这事 就天天笑我 你知道吗 但是 我也不好意思跟提这事 因为 就是因为看电影那事 那会儿你咱俩吵了一下 然后我就不好意思 主动的 但是 但是我不是说 谈来也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呀 就是两人在一块 一个就是关系到那一步 然后就是会有这个 而有的情况就比较柔柔嘛 他们可能就觉得 我要依靠他 然后就可能会主动要求 拉个手啊 就是我们 但是我们出去 从来就没有 明白 就是在你的这个理念里面 认为这是情不自禁的 对吧 对 两个人相恋 有一些亲密举动 是应该是情不自禁的 对 女生是觉得说 我得控制着 对吧 是 就接着程度慢一点 没那么快 这事我们就放在这了啊 第二个概念叫AA是吧 对 我们就平时出去吃饭 看电影什么 就都跟我AA 但是不是你们说的那种 比如说吃饭 今天吃了个饭 就一百多块钱 他就会问我多少钱 或者是这看那账单 就是精神的各位 然后下次就出去吃饭 或干嘛 他会请一个差不多的 然后比如说送那个礼物啊 他都会就是说 还一个或者不要 然后比如说吧 我记得有一天特深刻 就我请了喝了个星巴克那天 三十多块钱 然后转了几天吧 他就给我突然 我打游戏呢 突然转过来一个 支付宝转账 我说干嘛 他说这是 您是喝咖啡的钱 我倒是可以理解 喝杯咖啡你也转 这干嘛呢 就是因为 你怎么想呢 姑娘 就是他说我 其实是基于他 我看到他在学校 特别地在乎钱 而且还算起的是 我们同学的钱 我就觉得 我哪算起同学的钱 就比如说 给同学去买个东西 然后他要收一个跑腿费 都是熟人 要是我的话 我就觉得不太好意思 这太杀手了 没有同学的情谊在 我觉得 就联系到我们的感情 我觉得还是不要 就是用他的钱 这样不太好 那我也没挣过你钱 对吧 你没挣过我钱吗 就是在大学 我们俩还没在一起的时候 我俩不都是在外联部吗 然后一起工作的时候 他就在他的朋友圈里边 发各种各样的小广告 见到我 还各种 就是给我推休 然后我实在摸不开面了 我就买了他一个东西 结果我同学跟我说 还贵了好多钱 你这叫没赚我钱吗 那是 那别人也是那么多钱 我没说卖给你 就比别人贵了 但是卖东西买东西 就是我愿意买 你愿意买 他说专柜便宜 对 所以你这么说 我就很难不联想到 咱们俩现在的感情 因为这个事 我总说咱们 天天这样 就跟拼饭拼车拼友 有什么意思 你都没把我当自己人 对吧 他就说 那天看那个电视剧 现在好多那种分手 是渣男的报复 我付出多 他就为 他就亏欠我 我跟我怕就给我 沾点什么事了 这就你说的 他那个恋爱比较悲观 你是害怕沾了他 花了他的钱之后 万一你们俩不能在一起 他报复你 我当时不是说 认为他是这样的人 我是相信他的 就是说这件事 难免会在我身体里 但是你做法 是这么做的 但我觉得 应该男的花钱 对你 我也没有说 扣扣扣扣扣干嘛干嘛 都是你提的 咱们中国传统 就是男的应该都花钱 而且就算 正在那分手 我也不会说 送你什么东西 要回来 或者是我背后 说你什么什么 但是有一点 其实挺好的 说明姑娘 第一是清醒 第二是挺独立的 你应该高兴啊 找到这么一个女朋友 挺开心的呀 就是还有一个 就是他发朋友圈 他不知道哪找来句子 说恋爱不是BG品 恋爱是保养品 我身边好多同学嘛 都看着 就问我 就感觉 我是不是不太重要 这种 我觉得你只是主观一段 我其实不是这么想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可以干一些 很有意义的事情 互相让自己变得更好 然后再去经营爱情 我没有你想的那样 是消极的 你喜欢他吗 喜欢 真喜欢他吗 真喜欢 那喜欢那小伙子什么呢 喜欢他坦诚 有责任心 然后善良 有孝心 这有孝心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就是我们俩 平时在一起 不是有兼职吗 然后兼完职之后 他都会给他爸爸妈妈 买一些礼物 一些保养品 评价不低 很高 说笑心 我想了一声 今年国庆的时候 他把我领家去了 都带回家了 对 你们家 按你那个传统的说法 这就算正经的准姑爷了 对 就是他欺负大夫大家 一块吃饭 吃完饭之后 那回就不高冷了 后一回还主动牵我手 还给我夹菜 跟我什么 披衣服什么的 然后他妈妈就 就感觉还不错 然后给我一红包走之前 就是两千块钱 可是回去叫之后 我转过天了 他就把他叫走了 对 因为我之前看了 他对金钱上 特别计较嘛 我觉得咱俩 还是金钱独立一点 比较好 而且我觉得这个 也是父母礼节性的 这么一个事 如果要是他父母给我的话 我也会给他返回去了 因为你妈妈给我钱 我肯定是到时候 会找机会 就是会还给他 那我就不是替你做了吗 但是如果这样 就是你来叫走 我感觉这就是 你把我当外人了 这种还有点 这次他为什么 把我领回家 不是他觉得行 是他妈妈 从小就是给他说 就男人就不太靠谱 不太相信 然后我俩搞得像之后 他妈妈知道 就天天问都问西的 然后总问 然后他就不耐烦了 他妈妈叫他 把我领回家 回家之前 就教我好多好多东西 说怎么有礼节 然后他还 就是一点不高了 然后表现出来 就是其实带回家 他就是为了给他妈妈看 爸爸呢 他 爸爸也在旁边看 我一直说妈妈 没说爸爸 所以我问一句 就是我妈妈可能会比较在意 我们俩的关系吧 他可能会担心一些 看完之后觉得没问题是吧 是的 但是我觉得不是像他那么说的 我妈妈其实平常 没有像他说的那么恐怖 就说那么极端 说男生都不是好人 这是他自己想的 行 所以你的感觉是 他太冷了是吧 对 高冷那种 就是我感觉不到那种爱 对 我感觉就是一个 备胎的感觉 备胎 不是备胎 但是你心里是喜欢他的 对 可能是我的性格 让他觉得我有些 不太喜欢他 那今天你来干嘛呀 今天他要来 那你为啥陪着他来呀 因为我想陪着他 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你想咋解决啊 你的观念已经都根深蒂固了 就是我愿意为他做出改变 但是我希望他能 给我一些时间等一等我 但是我感觉他好像不愿意等我 那种感觉 都就是有点接受不了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啊 就是有可能我们这节目成为 你初吻的地方 是吧 什么 就有可能我们这个节目成为 你初吻的地方 是吧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秋笔特问卷 我给你讲啊 小涛 就是我们很多大多数的女生 一般来讲前三个月就是热恋期 我们会深情地凝视我们对方的那个爱人 就那眼睛恨不得就看他 然后就拔不出来了 爱情 最初是有激情的 但我在你们两个人身上 这段爱情当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的激情 而婚姻也是一样的 最佳的走入婚姻殿堂的时间节点是 一年到两年之间 因为两年以后可能我们那个激情就过了 结婚的冲动就没有了 但你一点激情都没有吗 你一点都不想去拥抱他吗 一点都没有 对吧 而且正常来讲他牵你的手在一个月的时候 我们觉得大部分情况下 这个时间节点是合理的 牵你的手 正常女生我们可能会说 哎呀 讨厌 就是那种害羞的状态 可是你是大叫跑开 你是惊吓的状态 我不知道你在怕什么 可能是父母的情感 对你有比较深刻的影响 但我想跟你说的是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 有属于你自己的爱情 你不要活在任何人的情感的影子里面 对面的那个男生和你接触过的也好 认知当中的也好 那男性是不一样的 他就是应该是你的爱人 如果单纯的生理排斥 再加上你们现在的这种心理排斥的情况下 我认为你是不爱他的 你只是觉得这个男生可能适合谈恋爱 然后我在一个应该谈恋爱的年纪 应该有一个伴侣而已 因为你不仅心理上排斥 你经济上的独立 你人格上的独立都宣告说 我们要是非手了 这样比较简单比较好处理 可是当我们投入到一段感情的时候 我们不太会想到非手的那一天 我们就是爱在当下而已 但你不是 因为爱是没有办法分得那么清楚的 就没办法那么理性 钱也是一样的 你请我吃一个东西 我请你吃一个东西 我们互相买一个礼物 这是为了我们让爱情更甜蜜 彼此拥有更多的回忆 可是你通通拒绝这一切 爱是亲密关系 不管是经济上的 生理上的 心理上的等等 但你完全拒绝 所以我认为你是不爱他的 爱情不是保养品 爱情是营养品 是让我们彼此营养着对方 让我们的青春更加的美丽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好 谢谢作严老师 来 曲总 这个女孩呢 其实并非有什么问题 我个人觉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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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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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父母之间的那种不愉快的结果 老师有这种可能性吗 就是可能就是我没有看到父母之间的太多互动 然后我就就是也许不是畏惧 就是不会去跟异性这种亲密的 你是跟着妈妈生还跟着爸爸生吗 我就是两边都有 其实你是在一个不稳定的家庭状况下成长 就是我们大部分建议说 如果真的父母双方分开 是给孩子一个稳定的话 你跟妈妈或者跟爸爸 就是相对稳定的 所以心中可能会 一不了解如何和异性相处 二其实心中有深深的不安全的感觉 这个和你的成长经历有关 但我想跟你讲的是 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健康 很好的姑娘 你看你去努力地和这个男孩相爱 你有勇气来到这个舞台 去打开内心的这些不愉快的过往 你是一个很好的姑娘 其实爱情没有那么可怕 感情没有那么可怕 不是所有的感情都是不愉快的结果 而且即便我们现在年轻 有可能我们的爱情 不一定就走到了婚姻 但是你要相信 曾经的每一次牵手 每一个拥抱 每一次亲吻 那一刻是幸福的 我们总是活在当下 你连当下的幸福都不愿意去享受 你不怕错过太多的美好吗 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够多一点点勇气 去好好的享受当下 你看这个憨憨的他男孩 他真的很喜欢你 他其实一直知道你的这样的内心的背景 所以一直在等你对吗 无论将来能不能跟他结合在一起 我们去拥有眼下的幸福 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小伙子我就说一句啊 我觉得你其实真是挺不错的一大男孩 真心希望和他能够进一步的去相爱 再坚持坚持吧 给他多一点时间 也给自己多一点能够呵护保护他的能力 让他真的愿意打开心扉 分离好好相爱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闫老师 精神啊 不等同于要清高 激情也不等同于要放纵 太轻了反而容易污浊 太高了反而容易舍断 所以你会发现一些家教非常严格的女生 往往容易吓跑爱情 最后容易被一个坏男人俘获 因为家庭对他的这种严苛的教养 成为了他最后的道德绑架 你把这个东西看 我去樱本就聆病了 好 就是我去舍断 好 我感到不跟他就拿走 的 我来到我去 我来到你 多叶子 好 又来 我们来到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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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那么冷静 保护好自己是一个底线 但是也不需要那么冷静 因为当你真的理性谈恋爱的时候 你发现那好像已经不是爱情了 没提到算术 没提到算术题 而且宁愿也解不开 谢谢你 请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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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